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 大家都知道19日这一天,香港警队换了新的一哥 什么叫一哥呢?有人跟我解释说为什么叫一哥 不仅仅是香港警队的一把手 而且呢,说他的那个车呀,车牌号就是一个数,一 整个车牌子上面就是一,所以呢,叫一哥 那这个新一哥邓炳强呢,他的经历,他的实力,他的经验 我昨天已经专门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的视频 我这个视频呢,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19号呢,是他走马上任,担当香港警队一把手的第一天 但是呢,他冲锋陷阵,他指挥行动 理工大学今天已经进入第四天了 19号是第四天 实际上是,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就已经开始了 那星期六应该算一天,星期一算一天,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二已经是第四天了,包围这个理工大学 那这四天的行动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邓炳强,他策划并且指挥的 这等于说是,他上任,或者上任期间吧 他踢出来的第一脚,相当厉害 据报道,我看到啊,我不知道呢,这个说法呢,有没有夸大 说是呢,港警这次在理工大学围剿的行动当中 部署了2000精英警队 我感觉好像差不多,这个数字可能是差不多 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 在里面的暴徒联络外面 号召大家呢,来反包围 来分散警队的力量 分散警队的注意力 然后呢,让他们好逃跑 昨天我们就看到 就是在油麻地啊 在望角啊 还有在尖沙嘴啊 就有大量的这些暴徒 跟那攻击警察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飞虎队 以及速龙小队 以及那些个防暴警员们 他们非常的勇往 这个夏天以来 我们还没有看到 在香港的街头上 这个暴徒,这些黑衣暴徒 被警察追的就是狂跑在街上 就是一大群啊 一大群在那狂跑 都跟羊群似的 然后呢,警队 那个飞虎队上去 就抓人啊 非常的厉害 抓了不少 尽管他们这种反包围 确实呢,也跟警队之间 发生了冲突 但是呢,并没有影响 警队对理工大学的这个包围 这个包围呢,是非常有效的 他们就跟那儿 围而不肩 我也不进去 这警队呢,也不进去 就在外面 有媒体还造谣说 这个警队进到里面了 警队呢,当时就澄清说 没有,警队没有进到里面 那在昨天的警察的例行会上 警察对这件事呢 再次做了一下澄清 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呢,有那些暴徒 就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现在他们不光投掷汽油弹呢 他们还投掷呢 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的 那些一个压缩器罐 投掷那个东西 如果爆炸的话 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杀伤力 当时呢,他们就投掷汽油弹 投掷硬物 投掷砖头 投掷石块 投掷这个压缩器罐 当时警方呢 是没有办法 就进到理工大学 那个大门旁边的医疗室 进到那里面躲避 实际上是跟着躲避 他进到那里头以后呢 当时并没有抓捕里面的人 后来呢 躲避过了以后 他们又出来了 这个是这个媒体所说的 攻入理工大学 实际上没有 他们没有主动进入理工大学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啊 主动进入又有什么错吗 这个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哈 反正是他们就澄清 没有,没有进去 他们也不想进去 你就在外面围着就好了 好,昨天林郑月娥 在19号早晨的记者会上 林郑月娥就向外界公布说 当时呢,从里面出来 已经有600人 其中有200是18岁以下的 那今天警方呢 再次公布 从里面出来的 一共有800人 其中有300人 是18岁以下的 昨天林郑月娥公布了以后呢 说从里面出来了600多人 然后其中有200多人 是18岁以下的 我昨天呢 看到有媒体说 里面还有100多人 而现在看来 从这个数上看来呢 很显然 昨天那里面呢 应该肯定是不止100多人 后来我又看到 学生会的主席 他就说 在校园里面呢 还有两三百人 那现在看来呢 里面两三百人可不止 对吧 就是当时 因为林郑月娥说 出来了600多人 当时我们说里面有100多人 现在呢又说从里面出来了800多人 就是说又出来了200多人 媒体又说 现在校园里面可能还有百多人 反正不管有多少人吧 现在那些人就被围困在这个校园里面 他们现在在里面的富裕顽抗的这些人呢 应该说都是他们的死硬分子 是他们的精英 他们队伍里面的精英组织者 领头的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呢 我看到大约是香港时间10点钟左右 就有一些救护人员 他们号称是救护人员 他们这个呢是有组织的 他任何一个大型的行动 他都会有一些救护人员 他们说是自发的 其实都不是自发的 现在呢救护人员就想出来 因为他们被围在里面 已经进入第四天了 他里面呢条件是有限的 因为物资是进不去的 所以这救援人员呢 也受不了他们要出来 但是事实证明 他这个行为呢 有可能是声东击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救援人员 他们出来的时候 对吧 他出来警方得给一些注意力 进行处理吧 就是说 在这些个救援人员 他们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就有十几个人往外冲 但是呢 很快就被警方发现 警方马上就发现 然后就追捕他们 就抓了十几个人 那这些人呢 很显然 他们就不是那些个普通的暴徒 普通的暴徒就是听喝的 你让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对吧 很显然这几个呢 就是一些死硬分子 应该是起骨干作用 或者是领导作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前面 不管是他们自首的也好 或者是呢 被抓的也好 你抓完他们以后呢 他们都束手就擒 然后呢 你就带着他们 然后他们就跟着走了 但是呢 今天这个救援人员 出来的时候 他们试图冲破防线的 这些人被抓到之后呢 态度特别的强硬 耿着脖 我的天啊 有一个人呢 就还喊口号 然后对着媒体说 我没受伤 我没有受伤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强调他没有受伤 他说我没有受伤 还喊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还在喊这些口号 那这个呢 就是这些媒体 做直播 关闭之前 现在他们媒体呢 也不做通宵的直播了 他们做到 大约是一点钟左右 然后他们就停了 回家睡觉去了 明天再说了 然后直播就不做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直播 他会牵扯到的人员 精力比较多吧 据说呢 他们也有记者在现场 但是呢 这个直播就不做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没有直播看了 我昨天还说呢 那个他们 苹果啊 什么的 尤其是苹果 苹果是坚持直播时间 最长的 然后呢 他做的这个点儿比较多 一般的来说呢 他会有好几个地方 他都有记者布置在那里 他有胡说八道的时候 但是呢 能够让我们看到 街上在发生什么 这点儿呢 我觉得他们也 功不可没吧 对吧 功是功 过是过 那就是说 到这个直播 关闭之前的情况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校园里面 仍然是有人的 我相信剩下来的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比较死硬分子 骨干分子 如果说我们没有高看他们的话 也有可能我们高看他们了 对吧 就跟那个八九年六四似的 那些骨干分子早就跑掉了 同时呢 我还想跟大家报个一个 特别好的消息 昨天我的视频里面 不是跟大家讲吗 那些人呢 就从那个桥上 顺着那个桥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就猛跑 然后还有摩托车呀 什么的来接他们 这个呢 警方当时 以及过后 没有对他们善罢甘休的 不是说你就可以 逃之夭夭了 没有 警方呢 今天也公布了 对于这些人 警方抓了37个人 但是呢 没有细节啊 不知道这37个人当中呢 都是谁 因为警方他说呀 你那些 就是你开车 你去接人 你不要觉得好像 你就去接人 这个接人 你叫协助逃犯 协助犯人 这是违法的 这些人也应该负刑事责任 然后警方呢 既然是这么说 我想37个人当中呢 应该包括逃跑的暴徒 还包括就是开着车去接他们的 开着摩托车去接的 还有开着中巴去接的 中巴小巴去接的 这些呢 都有可能被抓捕了 在这37个人当中 因为警方说了 这也是犯罪 这应该抓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昨天我在视频里面 不是说吗 就是警方抓了一个女暴徒 这个女暴徒呢 声称她是受了伤的 然后呢 就叫了救护车来 正在呢 把她往救护车那 救护她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一帮暴徒 就来劫持 相当于劫余了 就来劫持这位女暴徒 或者女嫌犯 或者女疑犯 这个案子呢 现在警方也已经破获了 把这个女犯人 现在已经抓回来了 这个新警队一哥啊 我认为现在呢 这个捷报频传 还是显示了新的警队一哥 这个邓瑟儿的 她的这个威力 她还是很指挥友方的 现在看来呢 警方有了新的起色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看到呢 有的那个媒体他说呀 说在中大的校园里面 搜出来了3900瓶 那个气球弹 在中大的校园里面 就非常震惊 但是呢 我还看到另外的媒体报道说 就是理工大学 统计了一下 理工大学 这几天他们扔出来的汽油弹呢 有3900多枚 那同样就是3900这个数字 这两个说法是重合吗 还是两个事 这个呢 我不是不能够确定 是不是巧合 都是3900多枚呢 反正呢 理工大学 他们扔出来的 汽油弹不少 仅仅是那个装甲车 着火的那个 那是开始的时候 那是17号的时候了 警方出动 这个装甲车来的时候 他们就扔了 那个马路 那半马路的 那个汽油弹啊 那地上 全是汽油弹 他就是为了阻止 警方来嘛 但是呢 当时我在前面视频 跟大家交代过了哈 再稍微啰嗦一句 就是当时那个装甲车呢 就不管 一地的汽油弹 还往前开 但是呢 他们扔的 火力更大的汽油弹 扔到车上 那就没办法了 扔到车上 这个装甲车都找了 装甲车都成为了一个火海 他们这个装甲车 不得不又退回去了 就说呢 他们扔了很多的汽油弹 这个媒体报道呢 说扔了3900多枚的汽油弹 非常的猖狂呀 如果说中文大学里面 又搜出来了这么多汽油弹的话呢 你想想看 度不一线啊 不过我相信 就中文大学里面啊 他一定是有汽油弹的 看来他们制作的汽油弹呢 他并没有在其他的地方 居民楼啊 或者办公楼啊 那些地方 没有在那些地方 就像以前 他们曾经捣毁了几个 对吧 一个在地下停车场 然后跟着上楼之后呢 发现那个单元房里面 里面在制作这个危险的武器 那样的好像是捣毁了 有两三次 看来呢 他大的兵工厂呢 是在校园里面 现在捣毁的 第一捣毁的是中文大学 现在呢 已经是捣毁了 然后第二呢 是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等学校里面的 这些暴徒 全部都出来以后 我相信警方会进去清场 进去把理工大学的校园里面 都检查一遍 然后这理工大学这块阵地呢 就给他们捣毁了 然后接下来会是哪啊 有人说接下来有可能是城大 反正就一个一个捣毁他们 这样还是比较有效的 比跟着他满街跑要有效的多 总之一句话吧 这个邓四上台之后呢 相信在他的带领下 很快就会把这个今年的暴乱 给他平息了 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好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字幕ий 感谢观看